只要球還沒有落地 比賽就不會出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自由球員在排球運動當中 是一個相當特別的位置 在比賽中可以多次進出球場 不受一般替換規則限制 即使不能參與發球和扣球 仍然可以靠著接起對手強勁的攻擊 讓球場觀眾熱血沸騰 今天的排球算人物 自己來和大家聊聊 英居高中的守護神 夜九衛福 由於影片中會提到原作的內容 如果你還沒有看完全國篇 或是動畫檔的各位 在觀看之前請務必三隻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如果你喜歡排球少年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球員介紹 夜九衛福是英居高中的自由球員 身高為165.2公分 喜歡吃的東西是草青菜 略為能力中的速度、技術、頭腦與爆發力 都是接近滿分的4分 彈性為3分 而力量則是1分 總分為20分 他的各勁非常的直率 只要對上的夥伴球打得不好 他會毫不留情的開啃 也會因為接球技術被稱讚而感到非常開心 他特別喜歡吐槽和自己同年級的黑尾 在春高正式開打前的前一晚 正當黑尾談論到希望這次打進全國大賽 可以讓炎魔多少喜歡上海球的時候 夜九直接從背後補刀 說炎魔根本不會在意這種事情 狠狠的潑了黑尾一桶冷水 兩人雖然是隊友 但卻像是死對頭一樣 從高一開始就互相上反調 對於喜歡的食物 女生的類型都截然不同 但唯獨對於排球的目標完全一致 當被問到目標的時候 兩人一口同聲的說出了 稱霸全國 英居的排球理念是 只要球不落地 比賽就不會輸 是一隻以強大且穩定的防守 著稱的球隊 所以能在這次隊伍中擔任自由球員 就代表接球能力是頂尖中的頂尖 夜九對於自己可以在英居打自由人 感到相當的自豪 因為非常擅長接球 夜九時常擔任隊伍上的接球指導員 曾在東京強化合術的期間 指導劣夫接球 對自己或是隊友的要求都非常高 所以只要劣夫在比賽中接人很爛的時候 夜九就會大暴怒 他認為利用優秀的一傳 讓二傳手不用移動半步 才是應居該有的風格 而在比賽當中 夜九也是後排防守的司令塔 還會根據敵方的狀況來指示其他防守球員的站位 由於有許多自由球員 都是隊伍中較為矮小的選手 可能會讓許多人產生刻板印象 認為自由球員是給矮個子打的位置 但這個想法是完全錯的 只是剛好這個位置比較不看重身高而已 成為一名自由球員的條件不比其他位置來得容易 因為你需要準備一套與隊友不同顏色的衣服 想要成為一名好的自由球員 需要非常靈活的身體 快速的反應力 以及我認為最重要的 死也要把球接起來的拼勁 對理清理素質的要求也非常高 在面對敵方強力發球或是扣球的時候 常常會把自由球員安排在最容易接到球的位置 因為慈常會與強攻守正面對決 自由球員的表現會直接影響到隊伍的士氣 如果表現得好 不讓隊伍感到無比的安心 如果表現不好 則會讓隊伍的士氣大受打擊 而且相較於其他位置 自由球員做出愉悅救球的次數也比較多 所以身上會有許多瘀青或是擦傷都是在所難免的 是一個非常重要且辛苦的位置 夜球在接球時的預判能力 腳步移動 以及異傳的控球力都是頂尖的水準 甚至連被籃網干擾到的球 還能利用自身優異的反射成型和機動力來捕捉 在接發球上也沒有破綻 無論是跳飄球或是大力跳發 他都能穩穩的接住 很少看到有發球者 可以在夜球面前拿下發球得分 異傳是接球方進攻的開端 異傳的好壞會大大影響到後續的進攻頂值 尤其像是炎魔這類型腦力爆表 但機動力與體力都不及其他異傳手的選手 對於異傳的要求又會遠高於其他隊伍 而夜九可以很好的配合炎魔的狀況 甚至可以按照炎魔的要求控制異傳的弱點 兵居在村高第二輪隊上有Hold之稱的 找流川工業時 因為對方刻意的纏鬥讓炎魔苦不堪言 正當隊伍想要加強異傳的防守來減輕炎魔的壓力時 炎魔卻要求隊友故意把異傳給傳偏 藉此來調動對手的籃網 而夜九則是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了 對於自己的控球力非常有自信 反倒擔心的是炎魔的體力 而他也在之後完美的達成了炎魔的要求 成功的誘導對手 因為曾親身經歷過夜九的可怕 目督曾經說夜九是一位光靠眼神就能殺死攻守的選手 鄰居在東京村高一選賽的四強賽上 對上消毒高中的時候 目督一開取救狀態極佳火力全開 不過夜九依然可以依靠自身精準的判斷與行銀流水的動作 正面接起目督的強力扣球 並且精準的把球傳到炎魔的手上 甚至可以說夜九是讓目督在這場比賽中 老毛病發作的關鍵人物 雖然根據刺猬的說法是 目督的弱點之37 只要其中一個球路打得很好 就有可能忘記第一種球路怎麼打 但我覺得這個說法調侃的意味比較大 實際上從比賽的內容來看 目督的低潮是因為英居的防守造成的 目督在第一局前段的時候 直線球與斜線球都打得非常出色 兩種球路都拿下了不少自身球 不過自從炎魔只是籃網封鎖目督的直線之後 目督為了避開籃網就只能打斜線球或是放小球 而英居隨時都有一名球員急防止小球 斜線則是安排了三名防守球員 全面的針對性防守一度讓目督找不到進攻的方向 繳出了這場比賽的第一個失誤 隨後也因為過度在意後排防守的存在 進而讓英居逮到了籃網的機會 是英居用一連串的防守施壓 才讓目督陷入了低潮 而從防守站位的安排上來看 夜九的守備範圍是最大的 是防守目督斜線的核心點位 他也是這場比賽中擋下最多次目督攻擊的球員 狀態之下的扣球不斷被對方的防守球員給接起來 不僅會消耗大量的體力 也會打擊信心 對攻擊手來說 真甚至比球被狼網擋下來還要痛苦 英居村高首輪比賽的對手 就是被他們強韌的防守給擊垮 烏野的溪谷也給予夜九很高的評價 夜九在與烏野的練習賽中 因為完美的揭起了東風強硬的扣球 讓溪谷非常的佩服 在漫畫204話的範圍篇中 溪谷甚至說夜九是自己和大帝加起來的樣子 同樣的夜九也很欣賞溪谷 認為溪谷明明有很高的水準 卻不自大 反而朝著更高更遠的目標而努力 兩人之後也變成了 亦敵亦吃亦友的關係 可以互相鼓勵、互相較勁 作為球隊的大學長 夜九非常照顧自己的後輩 他曾經鼓勵球精兼替補自由人的資産說 正選的席位要靠自己去爭取 成為自由人就要展現即使沒有進攻這項武器 依然有站在球場上的價值 這句話不僅僅是說給學弟聽 也是夜九對自己的要求 在春高、東京減賽和護梅高中 爭奪最後一張全國門票的時候 第一局因為護梅的挑釁戰術 加上對方獲得了足整的青睞 比賽的風向一直導向護梅高中 雖然英居努力的追趕 但仍然處於落後的狀態 在第一局的後段 眼看比分就要被拉開的時候 護梅的攻擊砸在了英居的籃網上 球彈向了場外 為了死守這一分 虎用飛鋪的方式想要救球 但是沒能把球打回對方的場內 當球快要落地的時候 夜九突然衝了出來 跨越了場邊的柵欄 因此把球接回到對方的場內 這一個捨身救球讓英居的攻勢得以延續 優異的表現也喚醒了獵夫的鬥志 一把乾淨逆弱的重後 把先前表現不佳的鷹馬一掃而空 夜九用自身的表現貫徹了英居的理念 只要球還沒有落地 比賽就不會輸 如果研磨是英居的大腦 那夜九就是支撐隊伍的雙腳 夜九衝出場外的那一球 雖然展現出十足的拚勁 但也因為不顧一切的救球 才到了場外觀眾的腳導致扭傷 對運動員來說 沒有什麼事情比受傷更致命的了 在比賽中展現拚勁是好事 但也要小心不要做出過於危險的動作 讓自己暴露在受傷的風險當中 只要一不小心 就很有可能斷送掉自己大好的運動前途 好在夜九的傷勢並不嚴重 下一場比賽就能重回賽場 這邊稍微科普一下 根據現行的排球規則 英居隊伍中最多可以登入兩名自由球員 英居就同時登入了夜九和支三兩名自由球員 但是比賽中一次只能指派一名自由球員上場 而自由人通常會輪替的選手是接球不好的人 或是輪轉到後排的籃中 因為籃中在後排無法進行籃網 能發揮的作用就比較小 當然如果像是黑尾這樣接球也很好的籃中 也可以選擇不替話 夜九雖然很常噴人 但在隊友低落的時候 他也會跳出來給予鼓勵 烈夫就在與蕭谷一戰時 因為沒有太多的發揮 還繳出了不少失誤而感到心情低落 為了避免烈夫把負面的情緒帶到下一場比賽中 夜九在比賽開始前告訴烈夫 就算因為失誤而掉了5分 只要努力的拿回10分就好 而剩下的只要我們不讓對方得分就行了 這句話也讓烈夫找回了平常的自信 夜九根本就是英居的名言製造機 在春高第三輪對上烏野高中的時候 夜九的表現也相當的出色 即使面對極速成長的烏野 他也能讓烏野平時一定能得分的球 變得無法輕易得分 無形之間給烏野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不過最後英居仍然不敵烏野強勁的攻勢 在宿命的垃圾掌對決中落敗 面對即將結束的高中排球生涯 性格直率的夜九則是三人之中哭得最慘的 夜九的球風雖然不像西谷那樣華麗且充滿野性 但是卻非常的穩定 可以說是毫無擴展 英居要說他可以加強的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學習後排舉球 雖然比起烏野 英居的後排舉球的效益比較沒有那麼高 因為英居的二傳手不像烏野的影三 或是青城的擊傳那樣擁有很強的扣球技術 在發動多人同時進攻時 如果有自由人來舉球的話 那就會少掉一個可以進攻的點位 不過就算球隊整體的接球能力再好 也不可能每一球都能穩穩的傳到誤傳手身上 所以如果夜九也能夠舉球的話 英居就多了一個進攻的套路 畢竟對於一支球隊來說 進攻的手段永遠也不會嫌多 今天的排球上的任務制就到這邊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接球是哪一球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